哇哇 契机车北一跑山一路飙速观时 直接白车硬切响超车下一秒 中机网右一闪中心不稳 左摇右晃自撞护栏惨衰 骑视视角更惊悚 白车嫌中机车速太慢 打了方向灯就直接往左后方超车 车身距离骑视车头只剩几公分 为了紧急向外闪避 骑视失控撞上前方护栏 当场摔车所幸人没有大碍 但影片一处网友直呼 驾驶鬼切害状 靠这么近容易有视觉盲区 但也有人认为轿车超车有打方向灯 重机也加速互不相让才会酿活 一切过去了就遇到双黄线 它就急着切回来 摩托车它速度也是蛮快的 所以它也散步不紧就转了 轿车驾驶发现地面是单黄虚线 立刻逆向超车切到对向后 没想到标线转变为双黄线 又打方向灯想切回原车道 一旁骑士闪避不及 又疑似黏到柏游路与土石接壤处 导致失控撞车 警方调查认定驾驶 确实抽车不当 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 处六百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罚还 一时坦素强快后果也只能自付 记得张佑茨让妹子参谋的 拿看 点赞 不 いや 失败